安基酸的关节度会变成痛症? 吃肉太多尿酸 吃海鲜是不同的? 如果吃肉类内藏才会更多 我们吃蛋白质 最好是纤维 纤维会被包含垃圾 不会引起病变 我们要避开加工食物 吃一些原始的食物 在比例上 我们要吃健康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比例 刚才我听到吴医生说三份菜 早午晚餐 如果我真的吃肉 很多人会说到很专业 不知多少盎司 多少卡路里 不知甚麽 听完后不知怎麽 有没有选择白质 早午晚三餐 知道有三份菜 中间可以吃生果 我们所说的 对我们为肠健康 亦是饮食 有什麽份量 例如猪牛肉羊 或者是鱼 我想都是这些 然后是饭或是包 那我们的份量应该是怎样的 若果说没有那麽专业 你刚才说几盎司 今天这些不满大家 最简单的方法 举起大家的拳头 自己的 你的拳头有多大 你一天吃 沙煲 就败了 你一天吃这份量的肉 就对了 其实也挺大 如果鋸扒 也能鋸得到 这里也整个肉眼 对 整个肉眼 这也不简单 也挺好 晚餐吃一块这样的肉 或者是鸡骨 这是一天的肉的份量 大家可以看 好像也不少 但原来我们不经不觉 平时吃多了很多 举个例子 早上起床 你吃个A B C D E餐 里面两块火腿 然后一分钟 雪菜肉丝 买里面再有几条肉丝 那里其实已经可能去了 最少两只手指份量 甚至是三只手指 然后再到下午 你去过焗猪扒饭 原来焗猪扒饭 两边两个手腕 拍到这么大 两个拳头 所以到了晚上 其实已经不应该吃肉 吃多了 是否胆白真的不会留在身体 胆白是多余用的 其实它不会留在身体 浪败了 令身体负荷了 还有致癌机会高了 致癌机会高了 对 始终是致癌的东西 是否所有肉类都致癌 意思是 我听说 当然你说加工肉 不同如猪牛羊鸡 是否所有肉类 人们说 动物死时很挣扎 或不知怎样 或是胃子时产生了 现在人们 这么拆扎 只要很多动物才能够养 所以在农场养 加治疗给他们 是否产生了毒素 其实也不是 我们最主要是说红肉 和白肉的分别 红肉 我们知道它里面含的致癌物 是会多一点的 亦都增加我们患大腸癌的机会 是高一点的 什么是红肉呢 不是看上去红色就叫红 亦不是看上去白色就叫白 我以为是 我们统称猪牛羊 都是红肉 是这样的 猪牛羊也是红肉 猪牛羊也是红肉 所以猪肉是红肉 虽然算是红肉 其实那是红肉 反而鸡鸭鵝 其实都是红肉 所以脑水鵝片很深色 好像小鳥类那些 算是红肉 我喜欢跟病人简单说 他突然问我 那鸣鸢是红肉还是白肉 又或者那次他问 果子离我回大陆吃 那是红肉还是白肉 我教他简单分 四只脚是红肉 两只脚是白肉 OK